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现场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华家强 今天的新闻有几个重磅消息 首先是中国新任驻德大使邓红波 在柏林递交国书 德国总统施泰因麦尔表示 重视发展对华关系 双方都希望加强合作 推动中德关系型稳致远 接下来 特别的新闻 社区政府对于近日有人 向终审法院法官施加不当压力 表示强烈谴责 强调法治精神必须得到维护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哦 最后 在英国多塞特郡 一间疗养院发生液氧化碳泄露事件 造成三名院有不幸身亡 警方已经拘捕一名60岁女子 事件的调查仍在进行中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香港电台报道 中国驻德国新任大使邓红波 在柏林正式履新 并向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 递交国书 邓红波传达了国家主席习近平 对施泰因迈尔的问候 强调中德关系的健康发展 离不开双方领导人的战略指导 他表示 中方愿与德方共同努力 深化政治互信 加强务实合作 以推动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施泰因迈尔则表示 德国重视与中国的关系 期待在各领域继续深化交流与合作 香港电台的另一则消息中 特区政府强烈谴责 有人向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齐显议 施加不当压力 认为这是对香港司法独立的公然干预 发言人指出 任何企图利用政治力量干预司法的行为 都是对法治的严重破坏 强调香港的法治和司法权利 受到基本法的保护 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司法机构 独立行使审判权 并呼吁公众在法律程序进行时 不应对案件发表评论 以维护司法公正 《东方日报》则报道了 英国多塞特郡一间疗养院发生的悲剧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导致三明院有不幸身亡 七人送院治疗 警方已以涉嫌误杀罪名 拘捕一名60岁女子 正在调查是否存在严重疏忽 事件发生后 疗养院迅速采取措施 确保院有的安全和福祉 并表示将积极配合调查 以便愿由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明报》报道 习近平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 强调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 是当今世界变局的重要标志 他呼吁这些国家团结一致 展现集体智慧与力量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提到 中国将继续支持全球南方国家 加入金砖组织 并在处理国际冲突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特别是在俄乌战争和以巴冲突中 推动和平解决方案 中央社的报道指出 美国国防情报局发布的 《2024核挑战报告》显示 中国正在以史上最快的速度 扩展其核武库 尤其是针对美国本土的核弹头 报告提到 中国计划在2030年前将核弹头数量从500枚增至至少1000枚 显示出对美国的战略竞争意图 中国的核力量现代化 涵盖陆机、海机及空机武器 尤其是在精准打击和突破导弹防御能力方面的提升 令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星岛日报》报道了一起惊人的走私事件 罗湖海关查获三名旅客 在当部藏匿的236只活体鳄龟 这些鳄龟属于兵威物种 旅客在过关时因神色紧张而被海关拦截 经过检查 发现他们的内裤夹层中藏有用丝袜包裹的幼年大鳄龟 此事件不仅揭示了走私活动的隐蔽性 也提醒公众关注兵威动物的保护及相关法律责任 香港电台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 在俄罗斯喀山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 进行了重要的双边会谈 外交部发言人林建表示 双方达成了改善和发展中印关系的重要共识 这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方希望与印方共同努力 从战略高度看待和处理双边关系 以增强沟通与合作 增进战略互信 并妥善处理分歧 推动两国关系 早日回归稳定发展轨道 为地区及全球的和平与繁荣贡献力量 明报报道 山西省委原副书记商离光 因受贿超过一亿人民币 而在河南省洛阳市中级法院接受审判 商离光在法庭上认罪并表示悔过 案件的判决将择期宣布 检察院指控 他在担任多个重要职务期间 利用职权为他人提供帮助 非法收受贿赂 这一案件凸显了中国反腐斗争的持续力度 显示出对贪腐行为的零容忍态度 东方日报报道 俄罗斯国家杜马批准了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 该条约强调双方将在相互尊重主权 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 长期维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条约中提到 如果一方遭到武装入侵 另一方将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 提供军事和其他支持 这一条约的签署 标志着俄罗斯与北朝鲜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深化 显示出两国在国际局势中的合作意图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 津巴布韦在推出新货币ZIG不到6个月后 因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和高通货膨胀 该货币被迫贬值超过40% 自2009年以来 津巴布韦一直在努力建立本地货币 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但由于恶性通货膨胀和干旱等因素 经济形势依然严峻 9月27日 央行将ZIG的官方汇率从13.56ZIG对一美元 贬值至24.4ZIG对一美元 黑市汇率甚至高达40-50ZIG对一美元 导致商家警告 若不解决汇率差异将关闭商店 尽管央行行长声称贬值是市场的自然表现 并预计未来会趋于稳定 但民众对ZIG的信任度低 许多人仍偏向于使用美元 专家们对此表示担忧 认为若不采取有效措施 2009年的经济崩溃可能重演 呼吁政府在推动ZIG的同时 先稳定经济并恢复民众信心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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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